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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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因為大部分做這個手術都是老人家 相對地他們對膝蓋的要求 就可能和一個20-30歲他經常打球的人 其實就會有不同 可能對那些病人他的要求 可能只是下街,他可以行動治癒 可能還有緩步跑 逛下山上樓梯 一般現今設計的價格 其實大部份情況下都已經處理到 而文獻講做全室關節支援 是八成幾九成的人做完出來都是滿意的 我想這個其中的原因就是 價格本身設計就是給老人家用 其實我們以一個穩陣 或者它可以處理到日常生活為主 其實我剛才大概說 大部份現在的全室關節 它的設計都容許屈曲和伸直 在很輕微旋轉的部分 雖然有一兩間牌子是有這個功能的 但是期望就是病人有大概一成的病人 會覺得膝蓋和以前的動作 會有輕微的分別 但是大部份它都覺得可以 是沒什麼問題 當然如果對一些要求更高 例如說它可能相對年輕 又或者它的幅度在動作 可能有旋轉的運動比較多 在半膝上其實它可以容許有輕微的功能 所以也解釋到為什麼做半膝的病人 其實它會覺得膝蓋和以前的膝蓋 的乘數會比較高一些 但是相對換來的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的 它越穩陣越簡單 它就相對耐用一些 但是譬如說如果去到半膝 它因為它動動的幅度比較多 它就會有其他的問題 例如它的耐用程度 相對地比全革暫時的問題 都是低一些的 另外市面上的半膝有幾款 有一款就是我們剛才說 它塞的膠 是有機會會有 就是掉了出來的情況出現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可能它旋轉 或者它屈曲的情況的時候 導致它的膠是有機會掉出來的 我覺得就是針是沒有兩頭來的 只不過就是我們要問病人的需求和年紀 希望幫它選擇一個相對適合它的選擇 其實我最後會跟病人說 其實我換完膝蓋 病人都會問我是否應該走小一點 怕磨事 我反而會問病人 你最初換膝蓋的原因其實是什麼 你都是想有一番合理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建議病人請你去做多些運動 去走多些你應該做的事 因為那個教本身的希望 或者那個目的就是希望你回到正常的生活 如果你太擔心它磨蝕 是 理論上你每下一步都會磨蝕 但是如果你太擔心磨蝕 就等於你買新鞋回來不穿一樣 其實它根本做不到它應該有的事 還有我絕對相信一個人做運動 帶給他身體更加多的好處 是遠超過擔心他一個磨蝕的問題 當然我也會跟病人解釋 我也相信大部分換人工關節的都是公公婆婆 他相對地都不會做一些很高危的運動 但是如果譬如說他做一些 譬如說他剛才有說 他跳傘去滑雪去滑水 那這些相對地一些高能量 急速旋轉的 那我就會跟病人解釋 風險相對地是會高些的 但是如果他跟我說是一般你去跑換步跑 去行山去做運動踩單車 我不覺得是應該去避暖的 這個是我給所有換人工關節的人 一個建議來的 我覺得有幾個層面 第一就是永遠看回徵狀 我們會看回病人的徵狀 其實它有沒有哪一邊是特別通 另外一邊就沒有那麼痛 因為在不少的情況 就是因為病人有一邊比較差 那它的射力就會去到另一邊 而導致到另一邊的繩負重比較高 所以它另一邊痛 但是當你分析回看它的X光 你就會發覺其實它另一邊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差 它只是一邊X光比較差 那在那些情況下我會跟病人分析 不如我們試試做另一邊 因為當你做了一邊 你痛那邊的時候 你走那個步子正常回 可能你不會傾向左邊走 其實你那邊的痛相對地 就可能會減輕了很多 所以都要看回實質的X光和病的徵狀 那當然如果有些病人一走進來 其實它兩邊都是屈得很差 身得不直 它兩邊的X光都已經告訴它 其實你預料了其實它都是要做的 那如果在身體情況許可下 我們跟麻醉科談完評估它可以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提供這個方案 就是病人想不想一次過兩邊都做完 但是當然手術時間就會可能長了 但是換來的好處就是 病人只需要麻醉一次 它住院也是需要一次 而它住院的日數 一般我們的經驗都不會成了2 其實可能會住長了少少的 那在這方面的情況 病人只要期待它做完之後 兩邊都會相對地有傷口痛藏 但是如果它勤力點做復康 其實兩邊同時做 現在也是一個可行的方案